一五个步 靠岳屋那一带痛 我看他的好动马 再狂奔了 这个时候出现康熙了 康熙大帝醒了 康熙大帝醒了 康熙大帝现在的社会很不满 很不满 对现在的很不满 那个康熙皇帝 他看在天上 实在看不顺眼 看不顺眼 他当年他想 我是亲自出去上前线的 多战也好 灾难也好 都是上前线的 不像现在的社灾 一个不知什么鬼地方 从来没说上前线 更没有说去救灾 这两下都没做的话 那你要这个领导干好 看起这样想 然后就很可能 打一个人的耳关 打了右边 打了右边 打左边 一直在打 一直在打 打一个人的耳关 一直在打 一直在打 现在比较好看的是 美国这里是有猪八戒 孙悟空 能让他们在打败人 那个地方呢 看一些皇帝出来处理 让他处理吧 好 让他处理吧 好 知道了 好 再见